糖尿病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第一型糖尿病需要终生接受胰岛素治疗 而第二型糖尿病则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改变所引起 预估到2040年 全球将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会受到糖尿病的影响 然而至今仍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 对于血糖的迷思 促使大型药厂争相推出高昂的药物 患者处方不断被加重升级 然而所衍生的疾病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本片试图抽丝剥茧 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导致整个社会对这种慢性病无能为力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糖尿病的代价 遗失人生 就在公共电视 我们下期再见